所以在這個優勞之後 有的人說的五福靈門 五福靈門就是 我們每個人都很尷尬 五福靈門就是一個人做好貴的 他有做好貴 他有保障的財物 而且他的地位都很崇高 受人尊重 而且他的身體很尊重 然後他有心情很安心 到最後一個也要受功正行 無疾為終 不要讓你給借聖鳥 走走走走